启动仪式上,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网络舆论局、政法委员会保卫局有关负责同志介绍,军营网络安全是国家网络安全的重要组织部分,事关政治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,事关部队战斗力建设。 全军将以开展军营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为契机,推动网络安全宣传教育常态落实,末端落地。 海军航空兵某部发出提升网络素养,助力强军兴军倡议书,学习强军APP,对启动仪式全程进行云直播。 作为一名军人,我们在使用网络的时候,更应当绷紧安全这根弦,不跃线,不碰线,应当做到安全上网,文明上网。 宣传周活动将持续至17号,活动期间,全军各级将以线上活动为重点,开展形式多样的军民共建网络安全网络文明活动,组织官兵参加网络安全知识在线闯观敬达,保密知识在线答题,邀请军地有关专家进入军营网络直播间和部队营区大课堂,普及网络安全知识。 要以这次军营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为契机,打好网络安全斗争主动帐,营造网络安全人人有责,人人参与的浓厚氛围。